第一題如右圖當神坡向左前進時下一瞬間各點的運動何者正確 選項A甲乙丙的三個都向左運動 我們從圖上知道這是一個橫坡 橫坡是介直的運動方向跟坡的前進方向互相垂直 我們的坡向左運動 所以甲乙丙都是上下運動的 所以選項A是錯的 選項跟B跟C問我們它的振動方向 有關於振動方向的解決方式 老師上課說過有兩種 第一種是照它原來的圖形照瞄 往前進方向瞄過來 然後看它要從原來的位置變成後來的位置要向哪邊運動 這是一個方式 第二種方式是所謂的看後面 我們的向左運動 所以右邊是後面 丙的後面是下方 乙的後面是下方 甲的後面是上方 所以乙丙都是向下運動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那麼選項C呢 甲乙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選項C呢也是錯的 那麼至於說看誰會先回到運動方向 剛才我們已經知道了 丙是要向下的 所以要走這麼遠 才會回到平衡位置 甲是要向上的 所以走這麼近就可以回到平衡位置 所以我們會知道 應該是甲會先回到平衡位置 所以選項珠正確 所以我們這題的答案選出 甲點比丙點先回到平衡位置 就是我們第一題的答案